hello聊四季 美肌多關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薩木之王5的比賽 是由瑪麗人對上庫曼人 這場比賽是MBL對上Yo 好 那這場比賽算是要來爭奪前三 不是前三啦 就是第三名的這個名次 那輸這的話就變第四名 那結果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這場比賽還是蠻有趣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 那Yo這邊是選擇了庫曼人 庫曼人的話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封建時代史 可以蓋這個TC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而且他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可以開始升級了 但沒有太多人會在選擇城堡時代升級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弱量消耗太大 不如點這個地獄時代 那他射箭場跟Mahjo也是有這個 費用的減免 所以他打一個快攻路線龍會比較適合他 但是最近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正常開局 然後不會開TC 然後到了快要點城堡時代的時候 才補下TC的一個做法 這是庫曼人近期 比較慘看的一個打法 那庫曼人的話還有這個跑速的一個優勢 他到了帝王時代 跑速是加15% 那這個耕種技術是加10%的關係 所以到了後期 他的遊俠跟大洛瑪是跑最快的 那庫曼人值得一提是他的這個駱駝 他雖然有駱駝 但是他不能出到重裝駱駝 這個在打的時候要注意一點 城堡時代不能出太多 到了帝王時代 他最大的特色應該是清查單位 清查單位雖然沒有三級色 但是他這個散彈馬功 後期其實用起來是蠻好用的 有這個化學 但是我覺得到了城堡時代 這個數量堆疊起來是清查最強的時候 他這個大草雲耕種技術 算是補正了一個落馬 後期沒有黃金 暴落馬收的一個小小優勢 還有這個草雲騎兵 馬功騎兵的訓練速度 但我覺得這個感覺用起來 沒有那麼好用 除非你要暴落馬時候 再去點這個科技就好了 其他你要暴什麼馬功啊 草雲騎兵 後來再點也沒關係 就是你這個科技不要太早點會比較好 反思到了帝後時代 你的經濟已經起來之後 然後需要出一些落馬 然後再去點就可以了 那金罐部分 應該是不會有人會去點 這個免費生五個精銳清查 然後單挑是完全不會有人點的 團隊的話也不容易 有人也會去點 因為你說不定點了 隊友還不一定會用 這個就是庫曼人的一個 金罐很尷尬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庫曼人的這個能力 應該需要改一下的 這個不知道要改什麼 就可能要交給官方去決定 接下來我們來看MBL MBL選擇的是瑪莉人 瑪莉人是在這次改版中 改動最大的 應該不是最大的 就是改動最強的 五個兒熱鬼 因為它這個金礦 的一個存放效率提升15% 這個意思是指說 金礦挖掘的時候可以多挖15%之外 採集速度也提升15% 攜帶量也提升15% 所以你這邊看到可以挖到13個黃金左右 12或13 欸12而已 沒有到13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它到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這個小宮跟騎士出入的數量會蠻多的 因為主要這兩個單位都是需要大量黃金的 那瑪莉人都很適合去做這個打法 那以前的瑪莉人是比較需要到帝王時代 點出彪悍精神之後 騎兵攻擊力加5才有比較巨大的優勢 但它現在從封建時代開手就有一定的影響力了 而且甚至還蠻厲害的 但是它這個部落領袖也有做更改 這個不需要助盡也可以自動射擊 還增加這個箭矢數量 好那這邊MBL選擇3棒棒開局 那可能會點裝甲 剛點下去而已 好 因為3裝甲的話 會比較有殺傷力 不管你是要打這個房子啊 或是木牆 都是有一定的威力在的 那庫曼的木牆有個細節 就是血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正常的木牆是250滴 但它血量可以高達3333這機血 最主要是因為不要讓庫曼直接圍死開弄 做了一個Nerf 但是又不能讓它Nerf的太強 所以就讓木牆提升一點血量 那我覺得斯帝帝國像這一系列的小小細節改動 都是蠻厲害的選擇 來看看收成怎麼能串掉這隻肉嘛 這個往下走 左劍死 哇 這組蠻厲害的 現在剛弄的情況 已經進入TC射程內的時候 希望不能直接往後拉 你會被這個TC的彈道直接射死 喔 非常危險 好 這邊MBL直接三裝甲開尻 好 這邊看這血量超多 很耐砍 而且木牆的話比 房子還多一房 在封建時代時候是這樣子 看這個房子 欸 是多三房 呵呵 喔 不是多一房 是多三房 但是是模仿的話是多一房 沒錯啦 但是是模仿的話是多一房 沒錯啦 原來房子跟伐木場的伐木衣是不一樣的 喔 現在才知道 好 這邊直接要插入深一點 直接選擇了這個位置 這邊直接打個裝甲塔 那這邊庫曼選擇在這邊 插一個箭塔 還好他這邊TC是蓋在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TC直接挖石頭 挖得很早 這個下的真正確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蓋這個位置 然後去挖金礦 但又這邊已經 已經預測到 對方可能會打裝甲塔 所以直接先去挖石頭 好 這裡可能會死一村喔 這個村民可能有點難跑 三裝甲威力很高 而且後面還有TC 這個箭塔在射 雖然這一次都死掉了 但這邊還算是蠻賺的 好 這邊趕快衝進去 衝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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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MBL這邊拉的村民有點少 只有拉三村喔 好 這邊兩個村民在補個一刀 生一滴血 這邊跟我們也射死 那為什麼要補到四個村民 最主要是因為 箭塔裡面放四隻村民喔 就可以傷害最大化了 不用放到五個村民 所以通常裝甲塔的時候是拉四村 但MBL這邊想要 讓自己經濟好一點 隨止拉的三村 那這樣會有一個後果 就是你很難跟對方對塔成功 然後要通常打出連環塔 比較會有價值 那MBL這邊蓋着這 seeks 굉장히塔雲 也是因為想要這邊燒遊劍塔 燒了這平農京 不直接自己掩蓋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 會拉很多村民出來跟他打 他可能會有點打不太贏的可能性 但他這邊有三隻裝甲跟一隻弓兵 其實硬打來說的話 MBL感覺也不會太輸的 結果他這邊沒有想要來攻擊左邊TC 而是要繼續下攻這裡 但這邊就蓋得還不錯 這個距離是可以連環塔的 但是又這邊直接果斷在右邊 左邊這個位置 然後蓋一根劍塔 然後MBL決定要直接在下方 直接往下走一些 直接取消掉再往下 再蓋一個新的 想要來礦果子跟伐木區 那又這邊應該是沒事 應該是沒有看到的關係 所以還是把這根劍塔給建起來 看一下 欸有看到啊 他應該是剛蓋好才看到的嗎 看一下 他沒有他早就已經看到了 不好意思 看一下他這個視野 哇他這個視野怎麼那麼大 他要點這個瞭望技術是不是 我們來偷偷看一下有沒有 我有點好奇 這個視野怎麼這麼廣 瞭望技術是在後方 欸他有點難怪 趕快我覺得他視野非常軟 我想說奇怪 正常來說MBL這個位置應該是不會被看到 結果這個夾似室有 讓他看到上面有根劍塔 所以你看這個有時候玩家們的細節 我們觀戰的時候是大部分時候是看不出來 只有透過經驗才知道他們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這些細節都有做好 好這邊 欸這邊射死一村耶 這有個慘叫聲 哎呀 一村倒在地上 好這邊小宮直接農田開射 MBL前期的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沒有到讓右非常受傷的地步 但至少我弄到他一點經濟了 好那右這邊反應也是非常迅速 直接拉村民來硬拆這邊建塔 這邊三隻裝潢不運回來防守 這根建塔要是拿得下來的話 這邊果子跟木區都可以再繼續吃 就會很賺 這根建塔直接放棄抵抗 應該是有看到只是沒有時間去理 那這邊太忙了 這邊還有一根建塔立起來 這裡還有小弓 好他現在看到的視野就是 建塔然後裝潢不兵 到處都有兵很難受 哇如果我是右的話我這時候應該已經倒了 這個MBL的攻勢有夠兇猛了 但是右的對應更好一點 他這邊建塔都 差的蠻及時的 而且不會吝嗇 讓這個村民 用少量村民去防守 而是用非常大量的 就是剛才拉村民的時候就拉一大堆 這個就是打 對方建塔的時候需要注意的細節 因為有時候有些觀眾們就覺得 哎這個村民就直接用村民去打建塔 結果拉一點點村民 反而沒什麼效果 在宏建時代的時候村民也算是一種戰力了 尤其是拆建築物的時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村戰 因為村民打建築物是有額外傷害的 跟這個裝甲步兵一樣 好這邊MBL直接散開 工兵直接開設石頭區域 這邊直接拉出這一堆村民直接來扁有沒有 這就是我說又很厲害的地方 他非常果斷 他就是要該拉這麼多村民來打 才可以及時拆到這根建塔 你想如果他拉個一兩村 過來打這根建塔 他可能要死個三四村以上 可能才會解得掉這根建塔 但這邊只死一村 已經相當不錯的了 而且這邊還是利用這邊收村 不能挖木頭的關係 的村民去 有沒有浪費太多村民 在這邊拆建塔上 那個村民的使用時間都非常短 這邊瑪麗也是在 騎雷跟建塔 又這邊也是馬上反應 除非補建塔之外還拉村民去打架 這個就相當關鍵了 這邊也切了一根建塔 MBL這邊到處插塔 又這邊防守相當極限 這邊村民還直接走進去 想把裡面的人打出來 但後面攻擊過來完蛋 又這邊可能要損失個一兩村 一村 兩村 三村沒問題 死三村有點小虧 當然還行 至少環交建塔 但村民室的話 只有領先六村 還算是小小幅度的領先 但這時候MBL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那瑪麗人城堡時代的話 這個時間點可能要打個 衝車或是投擲車 然後配騎士的打法會比較好 這邊就去走工兵路線 會有點尷尬 的地方是 冤工兵不太耐看劍死 他現在要去殺我到這些村民的話 可能騎士上去硬砍 會更好一點 當然工兵的存在也是需要一些些 像適時的去後面墓區燒了 之類的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MBL 果然標局打工兵比較好 因為毛兵出來了 工兵也不好發揮 然後這根劍塔解掉 把果子跟墓區拿回來 但是工兵直接下來燒了 好 這裡有點一級射 OK 又要打塔攻還不點一級射 應該沒那麼傻 因為一級射的話 是可以增加這個劍塔的射程 跟攻擊力的 像是右現在沒有點 攻擊就是 5攻 然後射程8 但是MBL就是比較遠 射程9 攻擊6攻 但右這邊點下一級射 稍微增加一下毛兵的射程跟傷害 好這邊被直接反殺 沒有點防禦 毛兵還是有點軟的 好 撐到城堡時代的MBL 決定要打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BK 蓋下去 會很難吃喔 這個TC可能會不保 那我覺得又 可能要趕快 在這邊插一根劍塔比較好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劍塔可以反擊投石車 但是 TG是沒辦法 TG的射程永遠都是6 但是投石車的射程是7 所以導致 在對抗對方的投車 拆TC的狀況下 雙劍塔是最穩的 單劍塔也是有點危險 因為對方只要一出到三台投車 就很容易拆掉一根劍塔 好 其實第一時間沒有去抓村民 反正是來拯救工兵 這樣抉擇是對的嗎 怎麼感覺哪裡怪怪的 好 但至少可以把工兵換掉 但... 毛兵也死關了 NBL持續把騎士綁右的家裡送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殘血的村民 或是鬧到一些經濟 但過來的時候都已經投破血喔 只剩下半血 但這隻騎士已經在這邊輸出了一段時間 這一隻騎士過來 看起來兩隻騎士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喔 喔 傷害很高 騎士果然打村民就是快 但這邊 NBL沒有點一根的關係喔 所以騎士要打五下才可以十一村喔 那如果他要 四下就砍十一村的話 就要記得點一根喔 因為本身 反規是有多一的 這個...村民 好 右邊 這邊再騎一根劍塔 兩邊直接對著起來 讓殘血的村民進去 血多的村民出來打架 OK 右這邊反應非常及時 好 騎士再過來 這邊是要追什麼呢 被...被...被戳到啦 哇 高地就村民 可以 好 這邊偷偷車兩台 可能要被右的清騎兵給塞掉啦 哇 現在左右兩邊都在打架 非常的麻煩 右這邊的反應非常及時 右邊用劍塔喔 繼續守住 左邊用... 刺猴直接擋下 這邊TC直接守住了 還不用插劍塔 刺猴就搞定了 那這邊如果又出刺猴的話 上城堡時大概就更晚了 你看這邊按了一些刺猴之後 這個經濟喔 離城堡時大概越來越遠 雖然又... 雖然MBL這邊也是打一個強軍事的關係 所以現在經濟也沒到好到哪裡去喔 反正是有點落後的 還落後九村 好 這邊投車繼續出 先砸村民嗎 還是要先砸劍塔 我覺得先砸村民會比較好 對你嘛 這樣直接鑽一村 不虧 再一發 這個劍塔快要蓋好 再一發 雜訊 有的繼續守村 繼續調戲 MBL 好 但是這次不能再輕易的過去了 現在後面有駱駝在駐守 看一下MBL怎麼偷蓋TC 有 雙TC開了 MBL現在非常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現在64對54村 好 現在是輸10寸而已 還能接受 因為現在又才剛點城堡事態 還有一段時間 他才可以有效的對MBL做到打擊 現在他這邊只能全力防守 雖然我覺得這些次好 直接去MBL加鬧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要打到有點困難 這邊有駱駝跟騎士 好 那這個劍塔 那MBL投石之後只能往上前行 不能這樣直接過來 好 車友的血量非常殘 不然 要來直接拆箭塔嗎 好 直接拆 這邊拉了三隻騎士去應對 這邊是拉騎士的 不是駱駝 這個防守打得非常好 好 那現在庫曼優勢就出來了 你看這個刺口 溜著這個騎士 這個騎士還沒有跑速 現在封建時代就有這個跑速優勢了 糟糕了不會 好 這邊回頭打一下 槍槍兵 槍巨蟲 不敢打 退 OK 這邊槍兵 直接被送掉了一隻小虧 TC應該是爆了 OK 3TC 這個TC直接被三台投射直接砸光 這根劍塔可能也是有點危險囉 好 這邊下面騎士開始鬧 但是後面有兩根劍塔 看要不要直接在劍塔的眼皮下 開打 好 劍塔果然爆掉了 現在是 四隻村民直接倒了 好 右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有在挖石頭 7個人 這邊又在挖 左邊那邊石頭挖不完 繼續右邊這邊繼續挖 好 這邊先按下草原騎兵 跟品種 那庫曼曼打草原騎兵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強 畢竟那個 沒有血量加成跟防禦加成 打起來的話 只有這個跑速加成比較厲害一點 但在城堡時代的草原騎兵的話 庫曼應該是最弱的 好 這裡一個 四台投石車 要想辦法解決 那庫曼還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他沒有辦法 用森女去造到投石車 不然這種情況 其實出森女解是最好解的 另外一種指動方式 就是出大量的長槍兵 直接硬戳 戳掉他的馬跟駱鎖 還有長槍兵 就是槍兵加投車 這邊MBL家裡完全沒有防禦 這邊有少量的草原騎兵過來騷擾 赤頭繼續繞 赤頭不去 對方家裡繞嗎 這邊抓到一村 一邊有的 這邊赤頭要上生旅 有機會嗎 投石砸一發 倒光 紓壓 紓壓片 但雖然這台投石直接換掉台頭 哇 這裡很賺 再來一發 躲一下 投一下上方的 但是被躲掉 換掉 OK沒問題 又這邊 正面換掉台頭的車蠻賺的 現在草原騎兵直接前面開督 草原騎兵的一個強勢之處 是在於他的這個 義工射程 而且造價便宜 這個TC能夠拯救下來嗎 在投石車還需要一點時間 會出來嗎 這裡有騎士助手 好 這邊草原騎兵搭配 哎呦 勝率直接被砸死 投石車想要再硬砸 有機會砸到插邊球嗎 半血還可以接受 OK草原騎兵直接撤退 但這個草原騎兵也做到一點事情 直接把對方投石給拆了 這邊又直接 出了幾隻村民 接上我有點屍體的樣子 那目前臭民宿由 MBL88村領先了 又有這邊 13村 喔 不止喔 22村 23村左右 MBL現在經濟非常好 但家裡防禦有點薄弱 那MBL現在要繼續進攻的話 這個TC趕快拿下來比較好 那又防禦的話 則是要趕快把城堡繼續立血 或者是把自己經濟給標起來才對 不然經濟落後太多 也是很容易輸掉的 要不然就是像這樣子 直接去硬打 要再轉出青茶 那青茶這樣打的話就很好打 那個草原騎兵很亂 其實畢竟被這個TC射很痛 以前還是更痛的 畢竟以前沒有預防的時候 被TC射真的射到頭破血了 好 又這邊直接要來前線壓寶 直接壓在臉上 這邊的患家相當關鍵 MBL的大軍全部都堆積在這裡 這邊確實打個分推 讓他正面正面的兵 沒辦法直接燒到自己的經濟 然後自己再去重傷對方的經濟 這個真的是相當關鍵的一個患家 好這邊頭子車再度換 哇一換二 這兩台頭子車MBL 實在很虧 這跟城堡中建起來 哇那這邊下面這邊鐵也沒辦法中了 上面這個TC也被拆掉 哇MBL有點尷尬 有點被反推的感覺 但村民術依舊沒有落後 那我覺得MBL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趕快上到帝王時代 看他這個值點量可不可以上 如果可以上帝王時代就趕快上了 就不要再繼續按村民或蓋TC 像這個TC我可能就不會想按村民 這邊跟一暗的話 還是會被人家給塗光 好像按村民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趕快升到這個帝王時代比較重要 但是現在升到帝王時代 他需要大量的農田 他現在這裡有一些農田 直接被騷擾掉了 好想要轉出田來 還需要一點經濟 好那MBL把一些駱駝拉回家想要防守 家裡給自己產出一些駱駝 好 好家裡這邊沒有再繼續做進攻 這邊在幹嘛 這邊在盾頭死車啊 想要來一波大碗的直接硬拆的樣子 好蛋清茶這邊騷擾非常煩 想走哪就走哪 MBL現在這邊要轉戰毛兵也不太敢轉 經濟也非常極限 3TC運轉需要耗費的弱量也是蠻多的 好這邊還開出第四個 這邊要開第五個嗎 哇靠 TC開這麼多一個 就是想要打出經濟優勢 但沒想到 讓自己的村民太多 軍隊太少 反而讓又有機會可以反推回來 這邊駱駝肯定是要硬上的 但這邊硬上可能沒什麼好結果 因為這邊清茶出場已經夠多了 集火駱駝實在是蠻高的 因為駱駝本身沒有什麼抗劍齒能力 所以被打起來是劇痛的 這邊射光 駱駝直接倒光 好剩下清茶 清茶數量也是蠻多 蛋了 快要20隻了 20隻清茶的話 NBL這邊出騎士就很難打了 一定要勢必轉這個戰毛兵來 被動防守 而且這邊劍塔一直努力插進來 他這邊經濟會越來越早 你看這邊大量的田跟黃金龍又不能挖了 只剩下右邊的尖塊也可以挖 還有左邊應該好一塊才對 好騎士直接進來 TC這門換掉 但投入車也沒了 不知道剛剛怎麼換掉 但看起來就是沒了 NBL這邊有點尷尬 正面打不太下來 家裡也守不太住 因為家裡完全沒有任何一棟城堡 自己沒有在挖石頭 石頭挖的人非常少 這個石頭看沒有在挖 如果他早點挖的話可能就沒事了 這邊蓋個TC挖個石頭 挺舒服的 他現在想挖石頭 但已經被控了 又這邊的意識非常好 直接派了一隻清茶在這邊駐軍 這塊也是他的石頭 你看兩塊石頭只被控住 這也是大塔金 但這個又會被鬧 這個TC也會很快就不保 OK 中午有一塊石頭是安全的 只有一塊而已 那這塊TC可能蓋不太起來 這邊清茶水上太多 可能會把NBL的村民全部吃光 散彈馬功的威力出來了 直接射光對村民 OPOP 哇 這邊村民下降非常快速 反正領先非常多村民 現在領先30村 雖然30村還是很多 但是NBL依舊沒有把自己的優勢打出來 反正一直在按村民給對方殺的感覺 也沒有按到這個帝王時代 反正這個村民越來越多 那我以為我們是上帝視角關係 所以NBL以為YOU可能經濟很好吧 之類的 但是殊不知YOU可以擠出這些兵 真的是用了他吃奶的力氣 硬擠出來的 因為他相當清楚 現在上時代肯定是上不贏的 好像趕快出兵 盡可能去殺NBL的村民 才有機會 YOU的觀念還是好一些 NBL的防禦箭塔 先跟起來 應該還算可以 但這邊好像趕快去建箭塔 現在到處建箭塔是有機會 但是目前 YOU這邊已經開始升衝車了 衝車直接變輕衝 裝甲衝車不是輕衝 哈哈 裝甲衝車直接開始硬都根了 那這邊就會相當麻煩 結果變成說他現在出戰馬兵 也不太好打贏 就會被你清採 因為這個衝車的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除非出頭子車 去硬砸這個 所以NBL現在出頭車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會被清採很容易點掉 現在這邊機動性偏高 就算B陣 直接可以B掉這個頭子車的傷害 好 這邊直接轉奴兵 奴兵的射速快 但NBL的黃金速感覺會不太夠 這裡這塊金待會不能挖的話 還有救命金嗎 還有一塊在這邊 黃金的或許地區還是有點少 好 結果這邊黃金 待會可以再把這個防禦箭塔拆了 再奪回來 這邊也要蓋一個衝車 先要把右邊這塊地區給督掉 丟的打法比較算是有規劃性的在處理 就是NBL的經濟 讓他知道哪邊該打 有黃金的地方就把它督掉 這裡有黃金督掉 下方這邊有石頭跟黃金也督掉 這個打法策略他相當清楚 現在要該幹嘛 你看這邊衝車都直接無視了 這些農田跟建築物 直接該衝的地方就趕快衝一衝 把它衝爛 NBL這邊就會很頭痛了 因為他上方這邊經濟重啟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大量軍隊 但是這邊頭車撞掉了 直接頭掉一台裝甲衝車還不錯 OK再換一台 但是下面衝車大將軍已經上線 這邊該怎麼防守呢 趕快收村射後面青柴 盡可能把青柴數量降低一些 但是馬上村民就要被敲出來 怎麼辦呢 這邊村民可能逃不掉 這邊頭車砸了一發 哎呦 直接砸掉了一些血量 但是剛剛我們說的 出頭車遇到青柴就是這樣子 一發集火直接被射掉 村民臨死前 對這些衝車無能狂怒 還是全部被青塔射光了 青塔 城堡時代青塔真的很強 這邊工兵拿到左邊防守 想要把左邊根據地區保守下來 守下來就去騷擾右後面經濟 但右這邊又把這個TC蓋在原地的位置 然後石頭爽爽挖 但是NBL卻沒有注意到 這邊挖石頭村民很多 這邊我們看到工兵射擊村沒有問題 有丹道學 那目前看起來又流石越來越大囉 雖然村民宿還是落後28村 但至少他把NBL的金礦 基本上能控都控下來了 所以NBL現在黃金應該是非常慘 只有10個人在挖金 巨慘的那一種 這邊駱駝想要來截 但這裡出駱駝沒什麼太大意義 出來就被射死 直接倒掉 看這邊投車 只有投車比較有效率一點 雜青茶或是雜 衝車都很好用 但數量要夠多 這邊有黃金要被抓包 這邊黃金不能安全的挖 他就會一直斷金喔 很難受的 你看有黃金再度歸零 待會就只能打熱射兵了 落馬配戰馬 這是我能預測到的畫面了 黃金歸零 那如果是黃金歸零的情況下 瑪莉 如果可以的話 趕快上地龍時代 然後去點這個飆悍精神 在我飆悍精神的話 瑪莉還有機會喔 畢竟這個清奇病也可以吃得到 但是NBL會有那個時候的到來嗎 現在黃金全部被控了 感覺有點困難 下方這裡也沒有了 那主經的話 又主經也沒有拿下來 自家這邊直接被 又的一個騎士暴 直接拿了回來 硬吃掉這些偷子車跟奴賓 效果非常好 然後還出來通車 直接硬督這邊的防禦箭塔 哇 NBL最後的 在又家裡的居地 直接被硬拆掉了 好 這邊正面直接圍起來 一大堆的防禦箭塔 但感覺效果並不是非常好 看一個箭塔過來 頭車想要硬砸村民嗎 青茶過來會直接點掉喔 這邊砸了一發 再一下 砸掉一些青茶數量 不虧啦 現在地上很多青茶屍體 這個防禦箭塔 也是做到蠻多事情 但這根 箭塔也是要被建立起來 好 這邊毛兵打青茶效果非常不錯 好 青茶這寫664第一 偏少 那NBL終於 靠了買賣 上到了地獄四代 這邊能夠守住嗎 這裡趕快再按七奇兵 啊 果然在3級了 赤猴 好 瑪莉完全被控金 村民術明明是NBL領先 但是 領先25村 但是他分數已經輸了3500啦 建築一直被拆 沒有辦法有效反擊 又有這一波反打 實在著實漂亮 衝著繼續往前頂 這就是我很喜歡喔 說大家玩危機人喔 強奴配衝車 或是瑪雅中國 或是熱納奴守 這類的文明喔 或是中國 中國可能還好 中國也可以的 反正有大衝車的文明喔 我都很建議玩這個 衝車配弓兵 這個組合是相當煩惱的 出大英兵種是解不掉的 你要去解後方的青茶的話 前面的衝車解不掉 如果你要解衝車需要耗費大量肉馬 牛肉馬去解的話 或其次也會被後面青茶射成白癡 所以這個組合是相當難產的一個組合 而且很容易讓對方的弓兵越積越多 好這邊直接殺到NBL的經濟處喔 這邊農田有幾處都被直接硬踩 這邊直接收村 裡面塞滿村民 但是還是很多村民無處可逃 這邊可能要趕快走 哇 這邊青茶直接開始大肆虐多 NBL感受到了絕望 這邊防禦有點撐不太住 衝車還在頂 這個TC有點不太妙 青茶直接站在你臉上 我就是要拆 點JPG 哇 ABL現在是帝王時代在打黃城堡時代 但他這個帝王時代好像沒什麼感覺 並沒有帝王時代的Feel 也沒有黃金 所以很多科技不能點 這邊還硬點了防禦啊 ABL還有機會嗎 感覺...偏良 按讚毛兵打青茶效果還是不錯 好 但這個戰毛兵還沒有點三級射 射程偏差 但如果全戰毛的情況下 這些衝車又可以無法無天 相當麻煩 像NBL很努力在點青茶 青茶雖然是一發一隻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衝車的部分依舊是難解肢體啊 還在頂 打了7749天 這些衝車還在輸出 好 家裡金黃看起來不太妙 好 家裡的內亂直接解光 金黃處也奪落回來 ABL現在黃金非常缺 而且TC省下 只剩下最後一座了 村民處也將超升100村 那右這邊村民直接反超118村 已經快要領先20村了 好 地龍時代也頂下去 好 地龍時代也頂下去 丟的這一波反推 打的確實非常漂亮 本來應該是NBL 早早上地龍時代 然後把右直接都根了 結果直接被 右的一個裝甲衝車直接抵光了 好 最後這邊庫曼打得非常漂亮 把庫曼的特性都打了出來 這個衝車聲音滴血還有頂嗎 這個毛兵 啾 等一下就爆了 好 又有這邊神道地龍時代 NBL還有機會嗎 這邊NBL打錯了 拒絕 非常突然 這個最後的兵也不想打 中間這一大陀兵直接都進來 他的金礦全部被控住 完全沒辦法打 後面雖然農田也是撒了很多 也是打到了最後一兵一組 原神道地龍時代之後 右就直接大軍壓盡 直接科技點起來 然後警記淹死NBL NBL這邊的反制手段幾乎是零 除非可以把這邊金礦拿下 但這邊金礦拿下不容易 人家清財會來防守又可以繼續射 所以不管怎麼說 MBL這邊防守出現一點問題 家裡沒有任何東西城堡 可以鎖住阻徑的部分 直接被對方插兩根城堡 然後生活就無法治理了 就是這樣子 有點慘 所以有時候被對方插城堡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趕快去反應去挖石頭才對 他後面的石頭也是比較晚挖 這邊也是 這邊如果找到跟他提醒的話 可能就會好過一點 但是他可能打鬥石頭太忙了 沒有追到技的石頭不夠 想要蓋動城堡出來都有點困擾 我們看到整場看起來 MBL好像移動城堡都沒有 那都是一個劍塔防守而已 但事實證明 劍塔的防守能力依舊有限 好用的還是那根大根的城堡 比較有用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不要亂到設定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 拿下了木材跟食物 領先了一些些 但是你只有基礎資源的情況下 沒有黃金跟石料 還是很容易打輸的 右這邊是贏了石頭跟黃金一點點 科技的部分是由L這邊早期8分鐘上封建 早期開TC的打法 雖然前面打得非常精彩 MBL 但是後期右的策略 更上一層了 雖然屁股被打 但是正面直接督你家 這個觀念相當正確 要東升及西 這個是高手們常常交配我們的事情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